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为什么很多全岛国家能够组织在一起的原因 所以因为地域的亲近性使得很多地区对于自己的归属 有着自己的想法从事想跟随交互多的联系紧密的 最典型如下面这个岛屿虽然是连国岛屿 岛上只有两千人 但是离我国最近所以一直想加入我国 这个岛屿就是我国西南部海域台湾省旁边的宇纳国岛 宇纳国岛在近代 那是我国藩属国琉球国的一个小岛 在近代整个琉球都是心向中国的 即使到现在 现在的琉球群岛 冲绳居民对我国还是非常的亲近 其中最伪典型的就是这个宇纳国岛 宇纳国岛位于琉球群岛最南端 离我国台湾省最近只有十零公里左右 即使离台北也只有一百六十公里 但是离日本冲绳 还有日本本土 距离都非常短 甚至都在一千公里以上 这个岛屿面积不大 只有二十八平方公里 人口也只有两千人不到 是一个十足的小岛 而这个岛屿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所以日本在岛上有住居 而即便如此 对于这个岛屿居民来说 最现实的还是生活的便捷性 首先是生活物资 如果从日本运来 不知道何年马运 因此 即使感激 与那国岛居民都往台搬上来 此外 还有教育 与那国岛人口上 学校资源也是很少 所以岛上居民 基本上小孩都要到台湾省去上高中和大学 毕业之后也在台湾省工作 而尤其突出的是医疗 如果有疾病 送入日本 那基本上就死在路上了 所以最便捷的就是去台湾省 此外 与那国岛居民在通讯 电视等生活服务上 都是使用台湾省信号 连手机都是这种点点滴滴的联系 使得与那国岛更像是中国岛屿 而且对于岛上居民来说 从现实的考虑来说 更中国更加亲近 如果加入中国 那么生活尚会方便很多 极大提升生活质量 所以与那国岛居民 一直以来 最想的还是直接加入台湾省 也就是加入中国 这样他们的利益才是最大化的 这也是人性 毕竟地域上更加接近 利益都在台湾省 当然希望加入了 探究历史真相 发现背后故事 对待历史 必须较真 更多精彩 请关注 还原历史背后真相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